欸老闆 Force洗碗機的系列這麼多 到底要怎麼選擇啊 直接這樣看 首先要分成四個系列 2468 每一個系列比上一個系列又多了什麼東西 二系列它的內部是塑膠的內膽底部 四系列開始的話才會是不鏽鋼的 那這個就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它烘乾的效果 底部是不鏽鋼的 聚熱效果好 烘乾效果才會好 再來呢 如果你是買獨立式 但你想要嵌入在櫥櫃下面去做安裝的話 那我也非常建議 至少從四系列開始做選購 為什麼呢 因為四系列開始呢 它才有這個防漏水自動偵測 避免漏水的時候 廚具都泡爛了你都不知道 再來的話是 六系列比四系列多了什麼 六系列的話呢 以前講起來比較簡單 現在稍微小複雜 我先講一些基本面 它的按鍵從機械式的 然後改成觸控式的按鍵 只有一個型號它不是而已 是SMS-6H AW10X 其他都是觸控式的 除了觸控式以外呢 它的洗塵 從固定的溫度洗塵 變成全自動的溫控洗淨 根據說你今天碗盤的髒污量 自動去調整這個溫度的高低 就比較節能嘛 也比較有效率一點 就類似一個POTO傻瓜模式啦 那六系列為什麼說 現在變比較複雜一點呢 去年到今年這兩年的期間呢 或許把八系列的旗艦 才有的規格 架放到六系列了 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什麼 廢時烘乾 在六系列有兩個型號 它是多了廢時烘乾 第一個是SMS-6Z CW-00X 獨立式的洗碗機 另外一個型號 被布出來 那也是全籤式的 反正六系列有兩台全籤式 都是特規 一個有自動開門 一個是有廢時烘乾 有自動開門的那一台 要留意一下 它的電壓是220V 所以想要裝的話 提早跟設計師講喔 除此之外呢 剛剛講的 SMS-6Z CW-00X 獨立式 有廢時烘乾的那一台 它還多了第三層餐具欄 這又是8系列下放下來的 兩個旗艦才有的規格 一個是廢時烘乾 再來一個就是第三層三巨藍 如果你要買獨立式 那你就直接買 剛剛講的 你還六系列廢時就好了嘛 什麼樣的人 我還是覺得可以買8系列 你今天是要買全籤式的 因為全籤式的 它前面是看不到任何的面板 所以呢整個洗塵的過程中呢 基本上它就會是用燈號去做顯示 有些它是打紅點在地上 跟8系列就很不一樣 8系列它是做一個 投影燈 然後打到地上 這個投影燈呢 它就會隨時顯示出來 現在的洗塵 然後再來呢 你可以去做那種 完全隱藏式的把手 它是採用雙按壓式開門 你只要按兩下 它就始終打開了 非常的炫泡 Bush洗碗機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選的話 看這一部就對啦